如果你发现操作界面不是你惯用的语言 你可以从Settings这边去做设置 进入设置页面之后 它有分好几个区块的设置选项 在General这边 也就是一般设置 里面有Language 你可以在这边切换你的显示语言 比如说我要显示繁体中文 OK这样以后操作界面 就会固定为繁体中文了 到首页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会跟你说还没验证账户 也还没有存入资金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进行验证 当然它会要求输入你的一些个人的档案 包括你的一些身份证字号 姓名出生免月日等等 之后还会需要上传你的身份证件的这个银本 如果你的身份还没有验证过的话 当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尝试去买一档股票 它一样会跳出这个画面 要求你验证你的身份 有不少Itoro的新手 会担心说Itoro会不会是一个诈骗平台 其实Itoro这个平台 它也怕有不肖分子利用这个平台来做洗钱 所以它一定要验证这个用户的真实身份 才可以允许交易 如果觉得操作界面都还不熟悉 你担心会下错单 它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叫做虚拟账户 可以看到页面这边有一个切换到虚拟 这边点进去 就可以切换到虚拟的投资组合 目前在这边则账户显示的就是一个虚拟账户 你可以在这个搜索栏位里面 输入股票或是商品的代号 比如说VOO 这个是先锋旗下的S&P500指数ETF 你可以按加号 加入这个关注列表之后 如果现在是盘中 那这个价格就会跳动 你可以针对这个VOO做买进的操作 由于现在还没有开市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它告诉你开盘后将立即执行你的交易 那你在设置这个价格的时候呢 可以指定说我要 比如说呢 跌到420块的时候才买入 那买入多少钱呢 E-Toro最低的交易金额是美金10元 如果你的交易金额低于10元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我只买8块钱 它会跟你讲最小的金额是10元 OK 好 那我这边输入 比如说我输入买200元 他会跟你讲200元呢 买入的资产呢是0.48股 你可以看到E-Toro是允许买税股的 好 这个就是0.48股 那你如果要指定买几股 当然也可以切换成单位 好 这个单位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买0.48股 或者是说我要买两股 OK 他也会告诉你买两股的话呢需要多少钱 预估金额是840元 OK 确定好之后呢 止损 设定没有止损 如果你要设定停损点也可以按这个止损去做设定 好 那止盈呢也可以预宣设定好 杠杆的部分呢 他可以允许你开杠杆 好 那我是不建议开杠杆 也就是实际上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就用那些实际的金额来做交易 好 这是买入的部分 比方说我现在按开利交易 那这张委托单会放在哪边呢 你可以从我的投资这里 右边的页面呢会显示投资组合嘛 这里是交易的历史 那这个部分呢会显示当前的投资组合 也就是你目前账户中持有的股票 那这个呢则是等待成交的委托单 好 这个按钮 好 那你可以取消或者是就放着不要管他 到价他就会自动成交 而且etoro的委托单是永远都有效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取消他的话 他会一直在那边 直到有一天呢 达到你要求的这个价位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成交 好处就是你一旦设定好这个委托单呢 你就不用去管他 如果说有一天你觉得你不想买了 你就打叉叉把这个委托单给取消掉 这样就行了 那另外要特别提醒一点的是 在etoro的界面里面 买这个功能是买进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做多 那卖这个按钮呢 它并不是把你手中持有的股票卖出 这很重要 我再说一遍 etoro的卖出的这个功能呢 并不是将你手中持有的股票卖出 而是去放空这只股票 也就是借股票来卖的意思 好 你可以看到我点卖出的时候呢 它一样会出现刚才的买进跟卖出的这个委托单的一个画面 你可以点买入 卖出 买入呢 就是做多 那卖出呢 是放空 也就是说你先借股票来卖的意思 OK 那请注意 买入呢 是没有额外的佣金跟这个隔夜的利息 可是卖出呢 你可以注意到在下方有一个收取隔夜利息 而且是每天计算的哦 周末还要额外付一些钱 所以呢 我是从来不做放空操作的 所以这边只是特别提醒 每当你要点开利交易这个按钮之前呢 请务必检查下方有没有显示收取隔夜利息 好 比方说VOO呢 我这个是做多买入的话 我开杠杆开五倍 你可以看到它又显示隔夜利息了 OK 开杠杆呢 呃 等于是融资买股票 也是会需要收取额外利息的 好 这就是我们一般在呃 刚接触以TOLO要进行交易之前呢 必须先特别注意的地方 接着来看一下 当我们的交易委托单有成交的时候 我们的投资账户会发生什么变化 你可以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看到 目前投资组合是空的 因为没有买任何的股票 假设我们要买比特币 好 点交易 OK 那注意上方的买入跟卖出 好 目前是买入还是卖出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比特币呢 它几乎是全天后24小时 随时都可以交易的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价格一直在跳动 好 那假设我要用市价直接买呢 比方说我买个1000块 也可以说我要挂单呢 是现价挂现价单 挂单就是挂现价单的意思 如果你选交易 就是用当前的市价来交易 好 那我现在就用市价 直接买入1000元 OK好 立即成交呢 这一笔 刚刚买入的这个比特币呢 的仓位就会显示在我的投资组合里面 由于价格目前还在跳动呢 所以这笔盈亏的数字 也会跟着市价在跳动 好 目前盈亏是多少百分比 以及盈亏多少金额 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好 那注意到左下角 我的可用资金已经减少了1000块 因为刚刚花了1000元去买这个比特币嘛 那总配额呢 就是你目前投资组合里面 所有资产的这个投资金额 假设我再买一个仓位好了 这次呢 只买500元 OK 你就可以看到 BTC目前的投资是1500元 总配额是1500 OK 那可用资金少掉500元 那如果再买一个以太币 你买500元 好 你就会看到一个以太币 这个资产在这边 所以总配合总共是2000 OK 那BTC这个商品呢 点进去之后呢 你还可以看到所有的仓位 也就是说你每完成一笔交易呢 它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呢 就会有一笔仓位 你可以针对这一笔仓位 来做关闭的操作 所谓的关闭呢 就是把你手中的某一笔仓位呢 卖出 我们经常讲的卖出股票呢 其实在这个Ektoro里面 就是关闭仓位 接着来看如何清仓 比如说 我要直接把BTC 某一笔资产 或是某一档股票 全部都卖出 要怎么做 不是点卖 有些人看到这个卖 就直接说 我看我现在有0.03股 然后1500元 那我就直接卖掉 说1500元 请注意这是完全错误的操作 因为这个是放空的操作 OK 会收取隔夜利息 所以这里千万不要做错了 你要把整个BTC的这个仓位 全部结清的话 不是按这里的卖 而是点进去这一笔 然后呢 针对这边的仓位 一个一个来做结清 你在结清这个仓位的时候呢 基本上常用的做法有两种 一个是你设置它的指引 就是说我要载它到 多少钱的时候呢 就自动关仓 OK 好 更新 那你可以看到指引就设定在43364 那如果待会价格有跳动到43364呢 它就会自动关仓 OK 好成交 已经卖出了 这个就是 透过指引的方式来 卖出持股的操作 那如果说你不要用指引 你要用当前的市价 立刻关仓 就是点这个XX 它会出现一个关闭交易的这个视窗 你可以直接点关闭交易 这个仓位就会立刻关闭 或者 你也可以只卖出部分仓位 好 这里有个显示 关闭部分交易 当你看到有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表示你这个仓位呢 是可以做部分关仓的操作 好 把这个选项打勾 它就会让你输入你要关闭多少金额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我只关闭100美金 好 按关闭交易 OK 它就会只关闭那100美金的金额 好 这个叫做部分关仓 好 那我最后呢 再做一个全部关仓的操作 OK 它就会 回到我的投资组合 因为那一笔 比特币已经完全没有仓位了 好 目前剩下以太币 最后要给大家展示的是 eToro跟单者的账户 好 那目前画面上看到的呢 是我的一位亲友的账户 因为他有跟我的单 所以 我借他的账户来做展示 OK 我曾在翻格子上面 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为何我乐于推荐eToro 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跟单系统的优点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他能够创造三营的局面 我觉得设计的相当不错 那对于Toro而言呢 越多人跟单 当然他的交易量就越大 那透过交易 所收取的这个点差呢 金额呢 也可以提高这个 eToro平台本身的收入 那对于明星投资者而言呢 那一旦明星投资者 这个管理的资产 大到一个金额的门槛 eToro呢 就会每个月发给 那位明星交易者奖励金 类似基金经理人的 管理酬劳的意思 OK 那为了这笔酬劳呢 明星交易者也会努力 提高自己的操作绩效 吸引更多的跟单者 最后 对于跟单者来说呢 一旦设定好跟单金额 就不用再操心了 只要定期去查看 账户的盈亏数据就可以了 而且 跟单者完全没有额外的成本 也就是说呢 你去设定要去跟单某一位明星投资者 eToro并不会跟你收额外的任何费用 好 那我们就接着切回来 这个跟单者的账户来看一下 在我点这个账户的头像 之后呢 会切换到 一个所谓的第三方的视角 你可以看到 我的投资呢 是我自己看得到的一个内容 那如果点账户这里呢 显示的资料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好 这里也有一个 从第三方视角查看的投资组合呢 跟我们自己查看的 我的投资这里进去的投资组合呢 显示的数据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最明显的不一样就是 我自己的视角点进去看的这个投资组合呢 会有每一笔交易的金额 OK 但是从第三方的角度去看呢 会没有金额的部分 而只有比例 好 你可以看到投资金额多少是以比例呈现 投资组合的盈亏多少也是以比例呈现 而不会有实际的数值 好 这个就是从第三方的这个角度进来 查看这个账户资料 是以这样的方式 比例的方式来呈现 OK 那这里看到 这个账户呢 投资组合里面只有一笔资产 那这笔资产呢 就是我的账户 这表示什么呢 就是他有跟我的单 自动设定跟单的意思 所以每当我有交易的时候呢 他的账户也一样会做出 同步做出相同的这个交易 包括买进跟卖出 如果说想要增加跟单的资金呢 也可以点这里按注入资金 他可以同时跟好几位明星投资者的单 这就像是他自己在管理一个基金一样 那对我而言呢 他来跟我的单 其实我也像在管理一档基金 所以Ethoro的跟单系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 如果点进去这个跟单者的账户呢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活动明细了 OK 你可以看到每一笔的交易金额呢 他也是以什么 也是以百分比来显示 也就是说不管跟单者 还是说明星交易者 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实际交易金额 也看不到对方的资产总额 能看到的完全都是比例 那跟单者的账户呢 等于说是明星投资者账户的一个缩影 那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个缩影呢 不完全百分之百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要设定跟单某一位明星投资者的时候 他账户里面可能已经有十只股票或二十只股票 那你后来在跟单的时候呢 当时试况的这个试价当然跟那位明星投资者 当初所建仓的这个买入成本不一样 所以实际上会需要一些时间呢 这个跟单者的这个报酬率呢 才会逐渐的接近这个明星投资者 接下来介绍 YTOLO的绩效统计跟相关的图表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蛮喜欢的功能 在我刚才提到的文章里面 有提到这个绩效的统计数据跟图表 OK 你可以从账户的这个统计资料 这个连结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自己账户的绩效 是逐月跟逐年的 这里可以看到 每一个横排呢 是一年的绩效 最右边是当年的绩效总计 那逐月的绩效呢 就可以看对应到一月二月三月到十二月 每个月的绩效统计 相当的清楚 一目了然 那在图表的部分呢 它是以图表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的账户成长的这个走势 那右边的刻度呢 其实不是账户的实际金额 你可以看到底下有一排很小的字 这个注释 它说呢 绩效是基于一万个模拟结果 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 实际上的意思并不是这样 我先切换成简体中文 再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这个图表 这个中文就对了 这个用户的绩效呢 是基于一万美元跟单的模拟结果 所以这个是用一万美元当作基数 来去呈现出来的一个 相对比例的这个绩效统计图 那Italo的这个绩效统计图表呢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跟别人的绩效 或者是跟某一档股票 或基金来做比较 怎么做呢 右上角这个双箭头点一下 放大之后呢 上方会出现一排功能表 其中的这个 像走势图的这个按钮呢 滑鼠一过来 底下就会出现一个符号 让你输入 比方说 我想跟SPX就是 S&P500指数来比较 好 选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绿色的线是SPX500 蓝色的是我自己的账户的绩效 可以看到我在2021年 有一段时间跑赢SPX500 那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跑输 S&P500的 显示我还得再多多加油了 那ITOLO的这个绩效统计图呢 也可以让你跟 ITOLO的使用者账户来做比较 你只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他的账户的名称 而且他的账户是设定成公开 就可以找得到 比方说SPARK SPARK亮 好 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绿色呢是SPARK的绩效走势 那蓝色呢是我的一个绩效的走势 OK 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要说的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操作比较没有把握的话呢 你也可以跟我的单 由我来帮你代劳 我的账户的这个字顶的帖子上面就有写到 如果你要复制我的交易的话呢 请先读一下相关的事项 有分英文跟中文的版本 那我是只交易股票跟ETF 我不使用杠杆也不放空股票 那你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开始跟单 那我建议至少是500美金的跟单金额 当然你跟单金额投入越多 回报当然也是越大的 OK大致上是这样子 如果你看了以后大致觉得没有问题 点下复制 这个复制按钮 ETOLO就会开启一个视窗 问你要用多少金额来跟单 OK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转变 可折 下转变 健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